好 那接著我們要把時間邀請我們的宇恩哥 因為他要來分享 所以叫宇恩哥 我們給他一個熱烈的掌聲好嗎 讓他不小看自己年輕 勇敢來分享 其實我們有架設一個網站 我們把大家的見證集都放在那邊 我們跟各教會來分享 那今天我們精心挑選最帥氣 最勇敢的宇恩來跟我們分享 那我把時間下交給宇恩 好 今天我要做我的見證 在關於Revival Camp的事情 在1月29號的時候 我再次參加了Revival Camp 在那短短的四天裡過得非常愉快 也聽了非常多神的話語 例如提摩泰前書四章十二節所說 不可叫小看你年輕 總要在言語 行為 愛心 信心 心結上 都做信徒的榜樣 的確 不能因為一句我年紀還小 或者長大之後再做私類的話語 就不選擇復興這一條路 在這之中 我最想感謝的是威廉 他即使要考試 卻還是陪著我們一群小孩們 跑完全部的流程 這讓每天看書的時間都只有一點點 他原定的計畫是禮拜三跟第二三天的時候 下午去讀書 但是第一天的時候聽到子君牧師說的 你選擇站在神這裡就對了 於是威廉把神放在了首位 把祂自己的唯一獻上 而我的聲音也是如此 我也把自己的全部都獻了出去 全心全意的敬拜神 讓我體會到 復興真正的意義在哪裡 更讓我深刻感受到 神要大大的祝福烈火教會 成為復興的橋樑之一 其實余恩真的很棒 其實他平常不是那麼擅長 在眾人面前來分享的 我們是來給個掌聲好嗎 好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烈火帶一禮七點月轉 要為大家獻上一首聲音 叫做點燃 靡靡 949 靡下人快創迷 可看家庭 Girls and in all day 只能告诉你主 渴望能重新得理 请到你的火焰 让回忆能再次感情 成为分晓的生命 求你天然 天然我们起初为你 火热的心 祝你打开天门 分晓连进我们 让我们显明你心里 求你变开 请起我的生命 成为心象的默契 祝你掌线大人 一致释放我们 求你再次降临 天然我们起初为你 天然我们起初为你 圣灵融赏 追击 交往寂寂 不让你迷恋我 再次安静 分晓心和全然 天然我们起初为你 参赏 天上之地 生命或降低 求命天然 天然讓我們起初為你 火熱的心 祝你打開天堂 奮笑臉敬我們 向我們賢明引起你 求命天然 信起我的生命成為 欣賞著火星 祝你掌現大能 依止釋放我們 向你開始降臨的命 求命天然 天然我們起初為你 火熱的心 祝你打開天堂 奮笑臉敬我們 向我們賢明引起你 求命天然 信起我的生命成為 欣賞著火星 祝你掌現大能 依止釋放我們 向你開始降臨 天然我的心 祝你掌現大能 依止釋放我們 向你開始降臨 天然我的心 祝你掌現大能 依止釋放我們 向你開始降臨 天然我的心 祝你掌現大能 藏怎麼那麼 تو 祝你掌現大能 依止 cores Burningugi 好亮 祝你掌現大能 傷擔放你